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映天后,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纪念梅艳芳的活动,梅艳芳永恒时刻纪念展,香港星光大到香港女儿梅艳芳同像, 梅艳芳离世后,基于她作为香港的象征,香港社会各界,对她的纪念活动,一直未终止过。 演艺界和传媒,每年都会在她生神及忌神,制作和举办纪念节目及活动。 2004年12月,歌星李克勤在环球十周年演唱会中,翻唱夕阳之歌,以示怀念。 2005年,陈奕迅的专辑U87旅,林夕在用梅艳芳2003年告别演唱会, 最后唱的那首歌直阳之歌作为题材,写了一首歌,直阳无限好, 作为梅艳芳逝世两周年的纪念。 同年11月,林子祥在演唱会上,翻唱舍给她的抱紧眼前人。 2006年,徒弟何韵思,草猛和许智安,获伦永亮邀请,翻唱烈焰红纯和黑夜的炮。 何韵思多次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时, One,Telephone We Stand as One Hawk Life in Unity,何韵思Memento Live演唱会, 以及何韵思2009演唱会,SUPERGOO,均有向师傅致敬的环节。 2009年,梅艳芳四十六岁名寿,何韵思和草猛在何韵思2009演唱会,SUPERGOO, 演唱一段Anita Medley,连唱了爱障,妖女,坏女孩,梦伴,何韵思还唱了一首为梅艳芳而写的新曲, 2013年,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她的唯一女徒弟何韵思, 冲破自己多年不敢触及有关师傅梅艳芳的一切,不敢听她的歌, 不敢看她的MV和电影的心理关口,特别推出特别专辑, Recollections,翻唱了此事故人来, 夕阳之歌等梅者八十年代的经典金曲,共十三首, 由冯汉冥和何炳迅监制。 此外,何韵思更邀请梅者生前的好友黎小田, 伦永亮和黄伟文,携手合作全新纪念歌曲, 《月儿花影动》,以纪念恩师,共同追忆一代方华。 此专辑更以他们师徒的合成照为封面, 而所收到的版税,将会全数作慈善用途。 专辑更加赠由导演关键鹏和美术指导张淑平制作的 此事故人来MV,和制作特輯DVD。 2013年2月26日,容祖宜在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颁奖礼2012上, 演唱《亲密爱人》,并和古具机合唱缘份。 12月26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放《默默的伤思》, 纪念曾改篇版本狗作品的他,香港无线,TVB, 亦录制音乐特备节目,分为两集, 在12月20日及27日晚播出。 访谈部分邀请梅艳芳生前大批好友, 包括曾志伟,刘培基和徒弟何韵斯等, 追忆难忘往事,和对他的感受。 音乐会部分安排后起之秀,重新演绎其经典老歌, 张敬軒、黄远之、声梦歌手都将参与其中。 节目监制麦振东表示, 这也是秉承梅艳芳爱栽培后辈之理念。 同年12月27日, 为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 歌迷组织方心会, 于九龙湾国际展谋中心Music Zone, 举办一场, 梅艳芳十年安歌慈善band show, 参与歌手包括盧巧音, 何超怡, The Uni Boys, 邓建明, 雷有辉, 周启生, 黄良星, 刘以达, Closer, A Day, Band 8加号KD, Clifton and the Greenfields, 资深歌迷Patrick G, 邀请方华绝代作曲人, 及大碟监制温应红, 攜手合作制作了全新纪念EP, On, 尼, 他, Minita, 十年, 包括五首歌曲安歌, 离开以后仍挂念你, 他的一生, 十年, 粤语版, 十年, 国语版, 并举办梅艳芳十年安歌慈善band show当日, 在会场内发售, 同年十二月三十日, 为纪念他离世十年而举行的梅艳芳十思念音乐会, 万人触目, 是次音乐会由他的亲密好友张学友发起, 并由张学友根层智慧策画, 一众生前好友, 包括成龙, 谭永伦, 梁朝伟, 刘德华, 郭富城, 张曼玉, 梁家辉, 刘嘉宁, 林子祥, 林益年, 钟楚雄, 张惠妹, 何韵思, 陈奕迅, 许智安, 苏永康, 梁汉文, 郑秀文, 杜德卫, 苏智威, 蔡一智, 蔡一杰, 杨千华等, 君身穿黑衣出席并致辞, 人人都面带悲伤, 曾智慧和刘德华在致辞时, 不禁落泪, 张学友一不成声, 以致不能致辞, 好, 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